就在解放軍軍事挑釁動作不斷之際 國民黨副主席夏立妍率團到中國訪問 行前沒透露會見誰答案在24號揭曉 在週三晚間和海協會會長張志軍會面 2015年在金門的夏張會是兩人首度會面 當時是以陸委會主委和中國國台辦主任的身份會面 場內開心場外民眾抗議還爆發衝突 而這一次會面24號在中國江蘇昆山登場 晚間參緒席間雙方就軍演問題 農產品檢驗檢疫問題 EKFA早收清單 恢復小三通 以及台商權益進行溝通 反映我方對軍演的態度 以及基層農民權益受尊 中國國台辦深夜則發布新聞稿 張志軍表示 我們採取的相關反制行動 是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遏制打擊台土分裂和外來干涉的正義之舉 堅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 而國民黨晚間也發布新聞稿 夏立言表示 既然要反映台灣民意 就必須直言不諱 第一要務就是傳達台灣民眾 對於中國軍方在台灣周邊海域連日軍演的不滿 以及憂慮 不過解放軍在26號 2日7號兩天 將在福建海域進行實彈射擊 中國莆天海事局24號發布航行警告 解放軍將在福建福清市沙浦鎮沐嶼島附近海域 莆天市南志鎮東越嶼附近海域 進行實彈射擊訓練 距離台灣新竹最近只有140公里 下一個軍事演習 事實上有嚴重 直接打臉的夏立言 打臉的國民黨 執政黨立委批評夏立言和張志軍 這一次會面不公開不透明 要求不要打折為台商的幌子 實際上是國共談判接觸還是交流溝通 還是一個問號 華視新聞城市沙真正學院台北報導